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有许多东西是陪我们一起成长 为我们的生活留下记录 就像小时候 阿嬷身上那么清新淡雅的味道 总能出动嗅觉 多年之后才知道 原来那味道是来自一个品牌的保养品 经过50多个年头 老品牌的保养品 靠着品质与口碑 陪着我们走过台湾经济发展的兴衰 也印证了老品牌保养品坚强的实力 同时更唤起我们最熟悉的记忆 经济大家都不好 要饭吃 一碗饭吃当然很困难 既然老爸也做了这个行业 而且这个梅提供给梅的 是我们人生最幸福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说 既然能够照顾美丽的一些妇女人生 那么我就开始跟老爸学习 那么老爸也鼓励我从事化学的 那么做了以后 我也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行业可以传给下一代 我就有这样的计划 等到他们先锁成了 那回来了也看到说 爸爸这一块事业是可以值得花挥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这个以后就要交给你们了 创立于1960年的保养品公司 目前由第三代接手经营 除了延续老品牌的精神 也加入创新的元素 注入新的生命力 又让这怀旧又具历史感的保养品 以崭新的面貌继续传承下去 像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爸有一个人自己在台湾打拼 那后来就觉得说 他一个人通常就是要 早上的时候要做对外行销 见客户什么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要自己在工厂里面做一些生产 或者研发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他这样子好像就是太过辛苦 然后我就跟我弟就是商量一下 就是说要不要就是一个人 回来做里面 一个人回来做外面 就是我们干脆自己把工作先分配好了啦 对 然后就变成说 我就是回来就是读化学 然后做研发 那我弟就是器官来做行销的这块 老字号的保养品公司 在新世代的用心经营下 旗下古早系列油膏类产品 保留了传统天然的配方 并搭配独家秘方 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调制技术 不仅成为畅销的经典产品 清合平时的品牌形象 也成功打动富少年轻族群的心 基本上这个油膏类的产品呢 它本身对亲肤性 对我们的皮肤的亲肤性会来比较好 它比较跟市面上的那些保湿产品比较不同 就是说市面上保湿产品是借由水分 然后去擦到我们皮肤上之后 让我们觉得说水水嫩嫩 但这个东西它是帮你防止你的水分 一直往外散出 所以它可以帮你做一个锁水在皮肤上面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刚才鱼大哥啊 他刚才介绍了油脂类的保湿型保养品呢 那现在我其实有一点疑问想要问鱼大哥 因为我们很多女性朋友 他其实有很多油性肌肤的困扰 那这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皮脂 就是油脂会分泌比较多嘛 那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个就是这个清爽型的 那这清爽型呢 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些 我们选一些天然性的一些比较清爽的植物油 那来再加上一些比例上的调配 那使得说它擦起来就是 让你不会觉得有厚重啊 有油腻的感觉 随着环境与市场的变化 为了因应保养品市场年轻化的脚步 老品牌的保养品公司 也不断强化新产品的开发与新技术的应用 研发出许多符合现代人消费需求的产品 目前除了与既有的美容材料行合作通路外 为了拓展市场规模 也创立了网路行销通路 期望能够借由网路的平台 让更多年轻人可以接触 认识到这油脂的保养品品牌 请问一下你们使用这个保养品 是用多久了呢 我用十几年 十几年 一个保养品会让你用那么久 到底那个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好啊 就是天然植物 天然植物 不伤皮肤 因为之前就是有用过朋友的 然后试用过觉得还不错 所以特地来这边要买这个来查看看 对啊 如果用得不错的话 应该也会推荐给其他朋友 近年来 在欧美各品牌保养品竞争激烈下 老字号的品牌精神 在第三代的传承下 依然屹立不遥 未来也将持续秉持着平实 诚恳的经营态度 继续为消费者提供美的服务